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感謝你們 OK那這一期要來試玩是這款 勇者只好投擲刀劍了 應該會有一些廣告吧 小遊戲 直接開始吧 畫面看起來是橡樹風格啦 OK 魔王又復活了 聲音的話應該還好 這邊吧應該要點這個 OK這邊有一個妖怪 來做一下投擲練習 在畫面中左右滑動就可以決定投擲方向 OK 應該是一款彈珠遊戲吧 對吧 我們這樣子 亂射一下 還是打到了 所以說他會一直在彈回來就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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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獲得一把劍之後可以增加頭子的刀劍 我們現在有兩把是不是 點一下 OK出現兩把武器了 一樣我們打開任何東西都是要用我們的劍去打開 金幣 金幣 金幣還要在弄些就對了 300塊 這邊購買武器 可以 強化一下 強化一下 然後打敗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鑽石到商店購買 這什麼東西啊 獲得 瞄準狙擊者 不知道他可以幹嘛 就音樂 不是說特別好聽耶 再小聲一點好了 那這邊就是登錄獎勵 七天登錄的獎勵 OK然後這邊有故事 所以我們現在有13把武器就對了是不是 呵呵 他這樣會怎樣 然後還可以回收武器 什麼意思啊 回收武器 可以幹嘛 就立刻回來就對了 立刻停止讓他跑是不是 喔我懂了就是有時候你已經回來了 你可以縮短你的時間 那我要用剛剛的車流吧 隨便打打 哇那隻沒打到 沒打到 可惜了 啊這樣咧 會不會有點慢啊 哇怪的血有點多喔 這樣角度大一點 這樣角度大一點 欸我們這邊是不是有多一個法師啊 不是很了解 這邊一樣是強化嘛 這樣就19把是不是 好 好像都會剩一隻欸 反正就這樣吧 好這邊又有兩把武器 哇 沒打到這個了 好浪費喔 這什麼東西 二分之二 這個是召喚嗎 1000喔 提升暴擊率 烤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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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 claiming比較厲害了 可以左右左右打 回收武器 獲得MP,MP到底要幹嘛 MP的貨,我真的不知道MP要幹嘛 你在學習這個可以幹嘛 哦,施放 這個是我們學習這個可以施放就對了,然後扣這個MP 就是這樣 然後一樣是交換寶箱鑽石來購買 然後廣告的話你可以自己來看 看一些主動師的廣告,然後獲得這個鑽石三個 然後剩下這邊就是要花台幣吧 誒,沒了哦 哇,MP已經滿,可以不用告訴我啊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告訴我啦 呵呵呵 MP這個滿,應該還好啊 哦,這個要事先放 報紙地要事先放 就這個木頭給擋到 然後 看那個廣告的話會獲得兩倍收益 小遊戲通常都是這樣啦 然後我們就提升爆擊率 然後繼續 我是覺得他這個 我用這種策略是很慢的 很慢的策略 但是就比較無腦 哇 哇哇哇哇哇哇,都是極低血 太強了吧,你們這些 我會不會馬上就要Game Over了 有一種感覺我要Game Over 因為如果說像這種 還是要讓他一直這樣連續打比較有可能 那如果這樣子衝進去會怎樣 衝到這邊 好不好,衝上去 沒有,這樣反應沒有很好 還是要用照我那個方法 左右左右左右攤來攤去 會好一點啦 角度不能 不能太下來耶 強化了或 反射四層 不然就滿 這我剛剛有召喚嗎 出現什麼東西了 這偶爾出現他不用扣 他不用花NP嗎 這什麼一個關的一個七 這個 應該是超級難玩的那種遊戲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 我的策略不行的 我應該這樣子 然後 把他打破有沒有 然後跑到後面去 跑到後面去這樣躺 比較有可能 我剛剛那個策略已經不行了 應該是要用這種策略 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有可能 他不下來了耶 不下來了 沒機會了 沒機會了 就是說你不能再用剛剛那個方法了 應該這樣子 然後 down 不要哭 然後我倒服 okokok我的策略 暫時成功了 暫時成功了 應該可以打到這隻雞吧 全部清掉的話 好像會有獎勵耶 有沒有 如果要全部都打敗的話會得到很多金幣 就盡量全部都清掉 然後就可以強化 通常這種遊戲裡的強化都是 先平均強化 因為之後會那個 金幣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就覺得還是要先平均強化 然後這是我們的 任務是不是 完成了之後可以領取 就來領取一下 那目前為止我就覺得還OK 首先這個是跑馬燈廣告 我們可以接受 我比較不喜歡的就是突然會跳出廣告讓你看 通關之後 那它的廣告都是那一種 我們自己要點的 就會看廣告拿獎勵 通關也是拿兩倍金幣 如果要拿兩倍金幣的話也是要看廣告 OK那我現在沒有NP了 一樣吧 這個 因為它上面沒有什麼空間 這個上面沒有什麼空間 我沒辦法把刀丟到這邊 哇天啊 四尺無法 會不會太吵啊 還是跑上去 還是跑上去 這越來越 越來越誇張 哈哈 反正就是全部打敗之後你就會獲得這些收益 還不錯 還可以 然後這邊可以看動畫提升你的速度 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太慢 那因為它越來越吵 我就把電影關想推 我越來越吵了 有辦法 哇我上不去啊 我上不去 想辦法上到這邊 才可以再蹦蹦蹦蹦蹦蹦 那我現在就是 這個吧 把金幣打掉 然後到這邊打 這就是我的策略 哇哇哇 浪費掉了 這邊都沒打到 這邊有個HELP 是我們的 夥伴嗎 沒關係我先站好 看我什麼東西可以強化一下 獲得了一個弓箭手 要跑到這邊了 那因為你沒有全部清掉 它就不給你獎勵 這邊應該有一些 沒買 買一下好了 不知道幹嘛 光看動畫 然後又有一個了喔 那我們應該這樣是不是 想辦法 想辦法溜進去啊 溜到它們後面去打 以後 這樣可以確保我都打到 實際上 所以我只有47一下 但是我現在反射好像變多了 我剛強化我的反射視出 這邊 有沒有 這個可以提升 哇 沒了 覺得 這個 這隻是鳥嘛 把牠打敗好不好 好險 要打到 這樣我就全部清掉 我又可以得到額外的獎勵 這邊 得到1971 可以回收耶 我們已經反彈累積5000次 就是 牠們有一個告訴你說 我現在玩到哪裡 只有這邊距離BOSS 還有什麼025 然後我來看一下設定好了 設定的話 只有一開始的三種語言 日本語 簡中 繁中 然後你可以對這個遊戲來評比 然後音效可以大小聲這樣子 大家想想這關好像就還好耶 這關這樣就行了吧 感覺這關好像是專門給你道具的關卡 給你金幣 給你道具 這兩隻只有60 60的話我應該都是清得掉的 好 這邊又可以看廣告 就是你只要全部清掉就看廣告 然後你就可以 痾 應該說良性循環 那我現在就先不看 那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啦 那你看距離BOSS還有024 也就是說 你還要通過24個小關卡 就可以打BOSS 那BOSS就是那個魔王吧 我在想 我們剛剛不是進來一個城堡嗎 那應該是這個城堡裡面的BOSS 那沒有首頁 首頁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我進來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帳號密碼登陸吧 應該是沒有 好的 那這一款遊戲 勇者只好投擲刀劍了 的試玩就先到這邊吧 那有興趣的人 我會把那個連結放在下面 你們再去下載下來玩 就是一款有點像彈射的遊戲吧 只是彈射方面是比較簡單的 就這樣 然後隨著你的強化變強 你可以慢慢強化 然後召喚一些 這四個技能吧 這個召喚應該是技能 技能施放是需要 這個NP的 你要學技能這樣子 那會獲得這些夥伴 夥伴 夥伴 剛剛拯救下來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我不知道是可以幹嘛 他只是擺在這邊而已 然後我是覺得 比較花時間 就是彈來彈去 你要想辦法到後面之後去彈 讓比較有機會 可以讓他彈死他們 這個木頭打開是一個難過 哇 OK那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